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米主要负责Ampa 7 Doris的研发优化和运维的工作 是把Ampa 7 Doris在小米里维护好 服务好小米的现场页图 今天我要向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小米基于Ampa 7 Doris的重量车件 我今天的分享主要围绕以下四个固域来展开 在第一个部分我会向大家介绍一下 小米OLAP系统的选择历史以及 现在的应用的现状 在第二个部分我会向大家介绍 Ampa 7 Doris在小米的应用时间 在第三个部分我会向大家介绍 小米对于Ampa 7 Doris的优化时间 在最后一个部分我会向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小米OLAP主未来的规划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部分 小米OLAP系统的选情历史以及应用现状 在小米内部OLAP已经主要是服务于 BI看板和报表分析这种业务场景 最早期我们是引入了Kinning来服务于 这种面向主题式的报表分析的这种场景 当时没有一个集团层面通用的BI平台 都是各个业务它自建自己的BI看板 后边小米决定是要够建自己通用的BI平台 我们就做一次技术选行 然后选择使用Spark Circle加辅助加HDFS这种方案 来做存储和计算层 我们可以看一下右上一角这张图 这个图就是我们当时的一个技术架构 分为数据源、数据结构层、存储层、计算层和展示层 数据源主要是App或者是网页上面的一些买点数据 然后通过数据接入层写到存储层 这个数据接入层用的是小米自研的消息堆叠Piles 大家可以把它认为是一个和卡布卡比较类似的东西 在存储层我们这里做了冷热数据的分层 然后热数据会写到幅度里边 冷数据是放在HDFS上面 这里做了一个幅度和HDFS的联合视图 然后这里的数据一般也是按天来分区的 比如说是每天会有部分数据转了 在晚上机群负载比较低的时候 会从幅度转属到HDFS 在计算层我们使用的是Spark Circle 然后使用Spark Circle来查询联合视图 把查到结果在展示层进行展示 当然前端展示层这个看板它也是有一些划存 然后对于这种查询的加速做了一些优化 这个就是我们早期的一个架构 当然这个架构在当时能够满足我们的需求 但是还是存在了一些问题 比如在存储层和计算层这里 它维护的组件过于多了 对于我们来说 运媒的成本相对来说比较高 其次呢 就是计算层这里使用Spark Circle 因为它是基于那种批处理的 然后数据在沙漠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些落盘的一次投作 相对来说查询的性能会低一些 所以基于这两方面原因的考量呢 我们又做了一次基础选行 最终就是我们选择了使用Apache Doris 来代替我们的存储和新材层之前的这个架构 当时我们引入Apache Doris的时候 是在2019年 还是Doris比较早期的原本 应该是在0.12的时候 我们引入了Doris 这个是冰箱的画的版本 因为复识在内存里面 是按照航存的这种节目来做的 计算 所以查询的性能 其实当时来说 相比之前的架构是能提高很多的 但是随着最近几年 小米的业务也在持续的增长 所以我们的业务 为Polive引擎的查询性能 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所以也就在去年的时候 2022年 我们又做了一次技术的选行 因为考虑到就是 非向上化力的版本 它的查询性能是有略视的 但是Doris社区推出了相应化的版本 我们的旧的非向上化的版本 和社区最新的相应化的版本 其实版本差别比较大 底层的存储文件也发生了 文件的课系也发生了变化 要签到相应化的版本的话 需要涉及到数据的迁移 比如我们给它发一个新的集群 然后把用户的数据 从旧的集群上面签到新的集群 这个是有些成本的 所以基于这个原因 我们就考虑是不是 还可以选择一些其他的OLA品牌呢 当时我们就调研了Clickhouse Clickhouse是一款非常优秀的OLA品牌 然后我们内部调研 用一部分的业务也做了测试 我们发现这个系统 可能不太适合我们 原因有两个 首先就是因为我们内部 它会有比较多的这种 多表照应的这种场景 Clickhouse可能在多表照应这种场景上面 性能是不符合我们预期的 另外一个原因呢 就是在做数据写入的时候 Clickhouse它没有原子性的保证 就导致了 比如说有用户它的作业写失败了 但其中是有一部分数据已经写进去了 那作业在成事的时候 就导致了有一部分的数据 又要重新再写一遍 就出现了部分数据的重复 所以基于这两个原因呢 我们最后就是没有使用Clickhouse 我们和社区沟通之后呢 因为相应化版本其实性能提供也是比较明显 我们在内部又用相应化版本 用线上的实际业务做了测试 然后测试的结果呢 就是相应化的版本相比我们之前非相应化版本 查询的性能整体能够提供到一倍以上 在一些场景上面能够达到三到五倍的性能提升 所以我们最终还是拥抱了Apaq Doris的相应化版本 使用了Apaq Doris做维母 我们导致计算成了之后 其实这个形容架构就很明了了 也很简单 从数据源数据接入层 把数据写到Doris 用户要去看数据的时候 直接从Doris里面查 查询的结果在BI看板上面做一个展示 我们最初选情就是使用Apaq Doris 来替代之前的Spark Circle加弧度加HDFS 这个方案是基于Doris它几个优势 首先就是查询的性能好 因为它底层数据的存储是增加了很多的索引 然后能够增加这种数据 扫描的时候过滤的数据的量 另外一个就是有很多用户 它会用这种物化视图或者是Doris来加速的查评 现在呢Doris支持了现场化以后 当然它的查评性能就比之前好得更多了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Doris支持标准的Surco 用户使用起来非常的友好 我们的用户它可能就是 还是成本就会很低 它像查评买Surco一样就可以来查Doris了 第三个原因就是Doris它相对来说比较独立 就是不依赖于其他的组件 愿违起来也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对于这种分布式的能力支持非常好 我们要去做扩容呀 缩容呀这种操作就会非常的简单 最后呢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Doris社区非常活跃 我们其实2019年引入Doris的时候 社区就已经比较活跃了 然后最近几年社区发展非常快 然后社区也是比之前活跃很多 所以社区比较活跃的话 我们后期的这种完美的维护呀 升级呀也会非常的方便 经常就是比如说我们线上遇到问题 如果通过自己内部的力量不能及时解决的话 也能够很快的得到社区的支持 帮我们处理掉很多的问题 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 引入Doris到现在差不多是四年的时间 在这四年的时间里 Doris在小米内部也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应用 主要还是服务于我们内部 BI看板和报表分析的这种场景 现在呢在小米内部 Doris已经支持了有数百个业务 支持的核心业务也有几十个 我们集群的数量有几十个 然后机器的规模也达到了数百台 其中支持的比较核心的业务 像集团的数据看板啊 数据增长分析的平台啊 还有就是新零售广告投放 还有一些比如说现在 我们内部比较核心的 像小米造车的业务 也都是由小米 我们Apaq Doris这个系统的支持 支持他们的一些看板的一些应用 我们内部现在Doris单集群 最大的规模有百台节点 这么一个规模 有这个集群 最大的集群有99个B节点 外加三个F1的节点 这个集群呢能够存储PPG的复具 然后能够支持 每天有几十个的复具写入 单表最大每天有120亿的数据数量 这个集群呢支持了是2万次以上的有效查询 是每天 当然这个2万次以上 其实这个数并不大 对于我们一些小集群 可能每天也有几十万 比如六十万的有效查询 因为我们只有最大的集群 它服务的业务的特征 它数比较特别大 然后比如说那种协会分析 它数比较特别大 可能查询的数量没有那么多 但是单个查询可能都是那种大查询 刚才就是我给大家介绍的 就是小米欧蓝的全国历史 以及现在英文的情况 在第二个部分 我会向大家介绍一下 Apaq Doris在小米的英文事件 Apaq Doris在小米最重要的英文场景之一 就是做为我们BI的数据园 大家可以看左边最速度 就是我们BI平台的一个家座 最上层就是BI看板 我们支持了这种移动端的看板 也支持了这种网页的这种看板 然后中间就是语音模型 在语音模型这一层 用不可以通过写色后的方式来发现看板 也可以通过拖转的方式打进看板 看板打进好之后 就可以从底层的数据园来查数了 我们这里数据园主要有像 MySQL Doris Hive S-Work这些 Doris也是BI平台下边最重要的数据园之一 一般就是MySQL和Doris会面向于这种在线分析的这种场景 然后Hive和S-Work主要是面向于一线的这种场景 MySQL和Doris又有点和它一样 MySQL的话就是那种数据量特别小 但是用户对于这个查识的延迟要求非常多 就会放到MySQL上面 Doris的话就是数据量大 如果用户对于延迟的要求没有那么多 比如说是亚秒期或者秒期 有的可能到了十几秒 十几秒是可以的 然后Hive和S-Work主要是针对那种大数据量的查询 会不会走得很可惜 在语音模型这一层呢 我们也是做了一些 比如查询的自动加速 还有HBO的这些能力 比如查询自动加速 据说它在搭建看板的时候 它的数据可能就是在Hive或者是S-Work上面放着 它可以去选择 我要使用Doris做查评加速 那平台就会在后台去给它生成一个例目的任务 然后把它Hive或者是S-Work里边的一本数据 给它写到Doris里面 它在查的时候 它的查评就会通通路由到Doris里面 去给它加快它的查询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这一层也去给它制式了缓存 比如有一些业务场景 就是它可能在凌晨的时候 它把数据就生产完成了 已经写到Doris里面来了 后边可能全天就是老板们怎么样看书 那你如果从底层的引擎查的话 相对来说这个查询会慢一些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给它基于它历史的行为 去做了一个缓存 比如说在它查之前 凌晨数据生产完成之后 我们就给它把它的查询结果就给它缓存起来 比如有好多就是那种很有规律的 它每天可能就查最近7天的数据 那我们在数据生产出来 就很方便给它把数据缓存起来 它直接查缓存就可以了 还有一种情况 可能就底层的数据它可能会发生变化 缓存就不准了 为了应付这种情况呢 我们基于Doris的插件的方价 给它去支持了这种 实时数据写入的审计插件 就是用户它的表做了变更 或者数据又有新的写入了 然后这个审计的数据 就会给它得消息割裂 然后上层就能根据消息割裂的审计数据 判断我底层的数据是不是发生了变更 然后再给它查一次缓存 然后把缓存给它做一个中心 它后续就直接可以再查缓存 这个就是我们BI平台的架构 我再向大家分享一下 小米数据生态中的Doris 小米的数据工厂 其实就是这么一个角色 数据工厂呢 它其实是小米自研的一个面向 数据开发和数据分析人员的 一个一站式的数据平台 底层是集成了小米内部的计算和存储的能力 来提供给集团其他的业务来使用 比如说它的数据存储有 Doris, S4, Hive, S4, Google 不管这些还有机构 比如说Spark, Flink, Brisco 等这些能力都是集中在我们数据工厂里面 在数据工厂这里我们做了统一的原数据管理 然后统一的权限管理 数据集成的能力 以及有一部分的数据治理的能力 然后通过这个统一的原数据管理呢 可以给上层的服务提供一个统一的原数据试图 比如拿Doris来说 我们提供给上层的原数据试图就是服务名称 也就是Doris.它的集群名称.库名称.表名称 通过这种方式 然后能够更方便的让上层的业务访问到我们这个服务 然后在统一的权限管理这里呢 我们是基于用户空间做了这种权限的代理 因为底层的系统比较多 不同的系统它可能具有不同的这种健全的方式 Doris myself它使用的是用户名密码这种方式来健全的 像我们内部的Head它可能使用的是Curvers 然后小米的那个消息队列它可能使用的是Inksk 如果让用户针对不同的系统使用不同健全的方式 这可能对用户来说比较麻烦 那我们在这里就给它去做一个权限的代理 某一个用户它是属于某一个用户空间的 它就可以基于这个用户空间 然后做完代理之后 它直接去操作底层的这些系统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这里的数据集成呢 就是可以通过集成作业来管理不同系统之间 数据同步的一个作业具有这么一个能力 最后呢我们有一些数据治理 然后来实现数据的安全服务的可靠成本的降低 比如我们会去扫Doris的表 哪些表它可能长期就不访问了 不访问了那我们就可以推动用户去把那些部分的表删掉 删掉以后来释放出来存储的空间 另外一个就是对一些服务上面的可能性的一些影换 然后推动我们去对这些影换进行治理 然后达到这个服务可靠的目标 我们再来看一下Doris的数据写过作业 用户侧的数据一般都会先打到我们的消息队列Tilus里面去 然后再从Tilus换到其他的系统里面 数据又分离线和实施的这两种 然后实施的数据会通过Link或者是Spark Screening的作业 通过Doris的Screenload这种方式写到Doris里面来 然后零线的数据一般会先写到Hab或者是Sorg 对于Hab的数据导入到Doris其实更简单 它可以在我们数据工厂直接提交Roperload的这个作业 然后对于像Sorg的数据的话 它要写入到Doris里面来 它就可以在数据工厂写这个Fling Circle或者Spark Circle这种 然后Fling Circle或者Spark Circle它底层就依赖于我们Doris社区给它提供的Connector 然后Connector底层又依赖的是Streamload这种Doris的数据 写入方式 然后通过Sorgload把数据写入到Doris里面来 数据写入到Doris之后呢 用户就可以在我们的BI平台上面去做这个查评了 我再向大家介绍一下就是Doris在我们用户行为分析平台的一个时间 小米的用户行为分析平台呢就是支持含量的数据 然后可以对接很多的业务 然后一站式然后可视化的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底层它可以对接不同的业务数据 就是凡是需要做这种用户行为分析的业务 它都可以把数据源把它数据写到Doris里面 然后接到我们这个平台 我们这个平台就是支持了多种这种用户行为分析的 比如说是实践分析 可以用户行为分析 留存分析 然后物情分析等等 然后通过这种分析 然后查底层的Doris的数据 查出来之后在前端页面做一个可视化的展示 我们这里的数据来源一般就是各个业务 它在网页或者是APP上面的买点数据 然后用户在网页或者是APP上面的买点数据 都会被抽象成为一个实践的实体 在这里做行为分析的话 都是基于这种实践的模型来做行为分析 比如我们这里的实践模型 它包含了五个要素 问 where 问 哦 问 where how 比如 这次实践是谁触发的 它可能在表里面对应用一个字段 就是问户ID 这个问呢 就是说它在什么时候触发的这个实践 可能在表里面对应用一个字段就是时间说 还有就是这个 where were的话 可能就用户IP能够解析出来 它是在哪个城市呀 一个省顺这个信息 耗呢 就是它是通过什么方式或者什么平台来操作的 比如它是什么手机版本呀 或者是浏览器呀 这种在表里面就会存在一个字段 过程呢 就是它做了什么操作 有对于一个播放系来说 它是做了一个剪辑操作 或者是操作了一个什么 做了一个什么下载操作 这些都可以给它 所以它被我们就是抽象成一个实践模型 然后传到表里面 然后供后边用户去做这种信号分析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对于有存分析 我们就是 因为Doris 它之前我们那个版本 它原生是不支持直接做有存分析的 我们为了支持这个平台做有存分析呢 就基于Doris的聚合函数的通价 开发了两个击数 比如这两个击数击数 来配合完成 呃 流存分析的这么一个能力 呃 我们先看一下就是 上面的这个 这个 这个击笃 这个击数呢 这个击数呢 其实就是 能够 计算出来 就是每一个用户 它的有存时间 然后再接到外存口 这个击数 能够计算出来 比如说我们全要用户 它的有存率是什么样 我们看左下角这个SERVO 这个SERVO它下边是按照DestinkID做的分组 这个DestinkID其实就是被用的一个用户 它是VICT的用户 然后分组之后基于上边就是我们repution info 然后它传的参数 这个参数就说它的初始行为是什么 然后我们看见它的留存行为是什么 当数据传到这两个这个函数里面去的时候 我们已经知道了你这个实验到底是初始实验 还是流存的实验 然后通过内存这个查询的计算 我们就能够得到就是说每一个用户 它的流存的情况是什么样子 然后再基于外部外存的运气的话 我们就能得到全样用户的流存率 右边就是说就是我们在正习天下上面得到的一个结果 你首先必须要去选初取员 初取员就是说你是针对哪一个业务 然后去选你的初始行为是什么 你的后续行为是什么 后续行为也就是我们判定它是流存行为的 然后再选时间 选完时间之后我们点击之行 就会生成左下角 类似于左下角成为一条circle 然后发给Doris查到的结果 然后在页面上做一个显示 这个页面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不同颜色的线 它就代表就是说你这个初始行为它发生在哪一天 比如说是5月6号或者5月7号5月8号 然后这个就是初始行为它发生的时间 然后针对某一条具体的线 我们在看它的横轴和纵轴 横轴表示D0线第一线第二线 纵轴表示它的流存域 那比如说针对一条线来说 我们的流存 你首次行为 比如说发生在 比如说5月6号吧 它发生完这个首次事件之后 它的流存域的 之后的第一天它的流存率是多少 通过这种方式做一个特殊化的呈现 这个就是流存分析 还有就是Low的分析和流存分析比较类似的 就是我们也是基于Gallus的聚合函数的方价 然后实现了这么两个聚合函数 来配合去实现Low的分析的功能 在那层这个查询呢 我们就能算出来每一个用户 它的后续的 比如说是流 其实也算是流存事件 比如说我们Low的话 你需要选几个步骤 比如第一步 你是View 第二步是Open 第三步是Pi 第四步是Use 那你就完成这么一个完整的流程的软化 才是你这个用户它最终完成的状况 然后通过这个内层的查询 就是算出每一个用户 它的在每一个步骤它的流程情况 然后呢 再结合外部的这个 这个团队的两个人都放了出来 每一个用户 还要用户它的软化率的一个情况 然后我们再看右边这个图 这个图的话 我们上面 就是在我们行为分析平台上面 要去做这个Low的分析的话 你首先要去选数据源 也就是你选哪个介绍 一般在底层可能对于一张学校 然后你要去创建你的Low 你的Low 你创建的时候 你就要说你这个Low 分了哪几个步骤 然后第一步是什么 第二步是什么 第三步是什么 在这个地方Low 创建好之后 可能要选时间 然后去点击卡询 生成一个类似于左下角的一个色口 然后去查Doris 查到的结果 然后在这个界面上做一个可视化的呈现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是 红框里面的这个就是我们最终就是 拿到的用户的转化率的一个情况 我们就可以分析就是说是 你第一步到第二步 有多少用户有失了 第二步到第三步有多少用户有失了 通过这种方式 你就能够判断出来哪一步用户有失的最多 然后我们再去分析用户有失的原因是什么 进而就是能够方便我们的Low 去优化它的系统 优化它的产品 这个就是Low的分析 好 刚才我向大家分享的就是 Apache Doris在小米的应用实践 在第三个部分呢 我会向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小米对于Apache Doris的一些优化 主要是围绕两个方面 一个叫ScreenLow的两阶段细胶 然后第二个优化呢 就是南部的CM学路 首先我们来看ScreenLow的两阶段细胶 之前呢我们ScreenLow的 它其实就是单阶段的 用户它开始写数据 数据 数据写过完之后呢 数据就直接可见了 在这个流程中 我们是没有办法认为去干预的 这就存在一个问题 有一些用户 它是通过Flink 来写数据到Doris 他Flink去消费消息费列里面的数据 可能每过一段时间 他要去做这种checkpoint 数据从上一次checkpoint 之后他开始写 写了一段时间 有一种数据已经写完成了 但是还没有达到下一个checkpoint的点 这个时候Flink作业他就重启了 重启完之后呢 他就会去读上最近一次打checkpoint的那个点 他就能拿到这个点 他备用的那个消息费列的消费进度是什么 他就从这个消息费列的消费进度 又开始重新的去写 那就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最近一次打checkpoint的点 到Flink重启这段时间 他的数据就重复写入了 这就会有一个数据重复的问题 为了处理这个问题呢 我们对Swimload的这个事物进行了一个优化 我们可以看这个图上边的话 就是之前Swimload的一个 事物管理的一个流程图 数据开始写 然后他的事物状态就是prepare 数据写入完成之后 他的事物就是committed 紧接着就会让数据变成可见 然后这个流程我们没有办法然而去干预 我们就在这个事物的repair和committed中间 增加了一个预期交的状态 用户开始写数据变成 事物的状态变成repair 当数据写入完成之后呢 我们先让事物的状态变成预期交 真正如果要让数据可见的话 是需要更多再一次进行一次 这种运行的操作 这个是需要用户来干预的 如果我们增加了这个预期交的状态 然后支持两阶段提交的能力 有了两阶段提交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之前遇到这种问题 比如他拿完checkpoint的数据开始写 写了一段时间了 运行数据也挂掉了 然后重启 其实这段时间有一部分数据 它是写入了LORIS 但是这个数据还是不可见的 那用户 用户他就对重启以后 他从最近一次checkpoint 对应的那个offset 重新开始消费的时候 他就把一个数据再写一遍 没关系 之前的数据它不可见 再写一遍再写一遍 然后等他所有的数据写入完成 比如说我们打开这个point 然后再去执行一次commute 让所有的数据可变 之前第一次写入成功 但是不可见的那部分数据 没有关系 后边就是我们有一个超时时间 超时时间一过 另一部分数据得清理掉 然后通过这种方式来支持 Flink的这个exactly once的这种递 然后保证用户他多个sqlode 写入的原型的问题 我们再看一下第二个优化的点 就是单副本数据写入 之前Doris他要写数据的话 他对每一个数据分片 他要去做这种三副本的写入 因为我们一般就是 数据的分片都会给他设置成三个副本 那你三个副本同时写的话 其实每一个副本 他都会去执行这种数据的排序 去和天安码压缩这些操作 这些操作都在内存里面来做 可能一个是比较耗内存 另外一个是会比较耗CPU 如果说是我们集权上面 数据写入的频发非常大的话 其实这个就会让我们 数据写入会有一个情境 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再考虑有没有办法 就说让数据我只写一段文 等这个副本写完 然后Flash文件之后 我们把文件再 让其他样的数据去同步 然后同步完成之后 我们让这个 让这次写入才让它完成 其实我们最终的数据 写入完成的时候 三个副本也都写成功了 只不过就是降低了这个 CPU和内存的这个损耗 然后这个就是 单副本写入的一个架构 我们就每次写入的时候 从每一个副本的 每一个分件的三副本里面 我们选出来一个Master的部门 然后就写这个Master 在例存里面去做这种 排序啊 去格压编码 压缩一个操作 然后写完之后 把文件送入其他那个部门 就这个我们做了一个测试 就是用单内物这种 区量的写入 以及定发电物同式的写入 做了新农的测试 对于这种单区量 单内物区量这种写入 就是发电物数据往里去转 然后我们看这个CPU 它降低很明显 其实CPU使用量 基本上就降低了三分之二 然后内存的话 我们测出来也是内存使用量 降低的差不多是二分之一 但是呢 因为我们 你数据出来出门 念之后 再重复给其他的两个处门 可能会有这个数据 重复的这个时间 上面的一个代价 我们做完测试 其实这个代价更高 单处本和三处本 数据写入这个数据 数据写入的这个时间 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 但是呢 CPU和内存就降了比较多 然后对于并发的写入的话 因为并发写入 并发很高 它其实消耗的这个 资源很多 然后可能就CPU会达满 或者是内存战略很高 然后 这种情况下 其实对于这种 单处本数据写入 其实对于我们支持这种高频的话 会更有效 我们测试出来的就是 这个单处本的数据写入 和三处本的数据写入 做了一个对比 就是写入效率 基本上就形成了一倍 然后 CPU的使用量 也跌入比较明显的降低 然后 变成的使用量到 变化都是那么大 好 我刚才向大家分享的两个点 就是小米对于 ApaC Doris 做的一些优化的点 在最后呢 我向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小米 A1R未来 A2R 在未来 我们首先会考虑引入社区 ApaC Doris 的新版本 然后因为新版本 2.0 2.0以后 可能就要支持这种 出户格一 然后2.0以后 我们社区很快就是在后续的版本 把分离的能力支持好 所以后续我们可能在线上 对于这种 能上分离的 服务得益 这种能力是比较需要的 所以后期会去对 这个新版本进行测试 测试可以的话 我们就会在内部 把这个新版本引入进来 另外呢 就是我们后续可能会 针对我们内部的 Holab 在它上层去做这种 Holab Service 然后能够更精细化的去管理 我们用户的使用 然后就是去管理我们的Holab服务 然后管理业务的数据 管理用户的使用方式 对这些去做一个多维度监控 然后去规范用户的使用 提升我们Holab系统的能力 因为经常会有种情况 就是用户他的使用 可能一个大查群 就能够把我们集成的资源站 然后导致这种 导致这种集成的走动 会影响到其他的业务 所以我们后期可能会针对那些 大的查群 去给它做这种拦截 然后大的查群 或者是我们在Service里面 去给它做这种 有没有办法去做拆分 拆分完之后 不要让它拼它的去取消 因为这种大的查群 它拆分慢也是 也是有道理的 所以那就 应该就给它去做拆分 拆分完之后 不要用它拆分到大 最终把它拆出来的时候 让它再上层去做一个 補合 做一个補合反规的它 然后就是 可能后期会考虑去支持这种 对用户Service 优化和改造的努力 然后 因为我们这里 有了Olife service 之后 可能就能收集到 历史用户查评的一些信息 根据它的历史信息 我们去对它的查评 去做一个诊断 然后去 针对性的组合优化 然后 习商用户的查评体验 好 这个就是我全部的分享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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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一些高宝的 中宝的一些 这一场经验是 要是非常高的 要不然就给他打一场 就说是每天就老板 大老板就要看书 你要去给他说 不然就给他打一场 就这样 主要是会决定 就是我们刚才分享的最大的情形上面 他其实这种周围越少 就要听得到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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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